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船运输的确在上波的特展交流 这方面是比较少的 这是为什么选择建真人 我想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 因为唐召提示主要是建真大师 东渡日本以后建立的 而且在日本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开起了中日一些佛教 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段佳话 到现在我们的建真人 在中日两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来回的航行 那么也是中日两国的友好方面 的确是有一个现实的意义